3T的樣子 除塵不安全 所以我們品牌核心 火鍋湯底 那這邊是秋冬的 所謂的基本款 一招致 除塵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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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底 阿蘋 小火 上火 燒 cliche Natier 刮刀子 嗨大家 今天的行程 我要去台北開會 之前都是開市場會議 這次是鍋子樣品終於打樣出來了 所以今天要特別去公司看一下食品 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 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一點調整的 今天的行程就是大家和我一起到公司開會 要不要急 現在是鍋子 那邊也有一個派對 是鍋子 我現在已經這麼多個派對 我還要去 這次的行程 我還要去 我還要去 你怎麼能去 我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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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還要去 我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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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兽也要出来觅食了 野兽可不管你善说梦话 让承阳虚惊一场 看着可怜的黄 承阳减铁成像控制 无法进入 这时承阳 开帝送人头 承阳还是太善良了 这让太后非常生气 立刻就去找黄金妖 出门出门快来不及了 六家坐高铁 进去票 两分钟 三十八分 八两分钟 三十八分钟 三十五分钟 赤敢车 七十八分钟 六十八分钟 七十八分钟 八二分钟 三十八分钟 两分钟 好 其實我還蠻不好意思在外面邊走路邊拍 但是這邊應該還蠻多youtuber出沒的 所以應該也還好 帶大家看一下我經紀公司 我平常來都是坐台鐵然後再轉高鐵再轉計程車 到車 在哪裡 剛剛都沒有拍到 現在櫃台沒有人要先按門鈴 好喘喔 哈囉我來開會 喔好 這好誰 Aden 哈囉 我是提早到啦 沒有差不多 在這裡好 這樣進去 好 嗨哈囉哈囉 嗨 模具是這樣子喔 喔 對這個是3T的樣子 喔 對就是用廣播畫列印 喔 好酷喔 所以可以看它的樣子 然後這邊是它介紹我們的塗層 好啊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來看一下 這是它讓我們看裡面的塗層 喔酷喔 有點螢光色 對 我們想說這個晚上會發光 喔是大小差不多就是這樣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它疊起來一下 妳還站起來就是這麼高的 喔還蠻有收納 對對對 然後包裝裡面的話就會這樣子吧 對 就會更小 好 OK 我剛剛有拍一段結果被我按到錄影 其實 妳知道在哪邊 走來路上嗎 就從下面走過來 然後講一些話 那就是沒有按到 在門口的時候 欸沒有按 可以說這樣子 底牌色的確認 那因為是之前是投影在螢幕上面 可能有色差 所以我們今天有帶 準備那個色票來 好 那接下來是中英文logo 跟圖案的風格 然後把它拿出來討論 看一下細節 有沒有辦法不要再做修整 然後最後的話是 常態商品的需求討論 後來有三口 我們等一下可以試用看看 看討論要哪一款的什麼特色這樣子 好 嗯 其實我是有點 左手右手都可以用 它也比較輕巧一點對不對 嗯 對這個很重 對啊 大小一點也比較輕一點 食物卡在那邊 會超會大家這樣 翻的時候 對 有時候妳可能用原湯匙或鍋鏟 或者是槍子菌 剃膠的那個會刮起來 喔好 妳可以試看它那個手感 對 就是不同大小蓋起來的裝備 好 就是像我們這次有發問卷或是電訪 就是讓台灣這些使用者 共同來參與我們開 產品開發過程 嗯 瞭解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跟我們提供它這些需求的解決方案 好 因為在家裡看到美的東西 就是感覺現在大家都需要建立一種生活的儀式感 那最後一個的話就是 兼具多種情境用途 就是因為 我們不希望說這產品買來 它就只能 喔 單一用途 對單一用途的感覺 那因為台灣居住空間又比較小 那我們就希望我們的商品可以在不同情境下都可以適用 對 有沒有多情境的用途 嗯 多種情況的用途 所以每個產品來我們都很明確 用這三個去檢視 好 這三個都達標 就符合我們認為 可以打造台灣最適合的家庭相關用品的 好 這個開屏的條件 嗯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說的斷打或者是壓住 它就可以做在這個上面 對 對 對外面還是可以做一點的 對 但塗層因為可能要用過才會遲到 他說到二到三個月才用得出 喔二到三個月才會用得出 我三餐都弄 就沒有人像我煮的那麼密集吧 因為我想要帶回去試試看 這個不沾用起來的效果 比較在意就是塗層安保安全 有些鐵膜跟電章就是開始讀書就開始出來 嗯 可是會有些碎屑已經掉下來 反正就一開始就絕對不能用大火去剪 就是一樣都是中小火 因為它不是中火草波 好 好 欸不是裝潢好了嗎 現在 啊你還沒去過 我還沒去過 我們有差的是二樓 嗯 二樓 九樓 對 九樓就完全不一樣 哇新裝潢的味道 對啊 沒錯 哇 好美喔 像我們之後有活動 我們公司活動都會辦在這裡 因為它就整體是比較大的 嗯 然後像這邊也都可以讓創作者來做拍攝 嗯 嗯嗯 然後那邊就有一個就是最大的會議室 會議室 對啊 現在是晚上 不過我們家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因為我們家三個小朋友現在要去樓下上跆拳道 然後我老公去外面跑步 今天小朋友他們說想要吃 就是現成的白醬飯 所以我就去買冷凍的那個 我們很愛吃那個桂罐的白醬海鮮飯給他們吃 然後我自己想說要吃什麼 剛好之前有買無印良品蝦新出的火鍋湯底 那它應該算是一人份的 它只有350克而已 然後想說就來煮個簡單的火鍋自己吃 有時候全家人也不見得說一定要同步吃啦 因為剛剛晚餐時間我也沒有很餓 好 那就跟我一起來煮吧 這邊有我剛洗好的蔬菜 想要吃一點香菇 吃一朵就好了 沒有很餓 我今天沒有在家 我今天去很多地方 去了兩家銀行 然後又去了郵局寄信 還有去九成九幫小朋友買一些文具 對然後又去YUNI KOOLO幫小朋友買一些衣服 因為哥哥他現在就是喜歡穿寬寬大大衣服 他們很怕熱 然後YUNI KOOLO現在有出一些比較薄 我覺得比較涼感的就是比較運動系列的上衣 又補了幾件給他們穿 對今天就是有點採購 但是我沒有拍影片啦 今天就是很忙 這鍋子先收起來 因為我現在要開始出自己的品牌鍋子嘛 我想要測試看看這兩種圖層哪個比較好 我就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在測試 你知道我怎麼測試嗎 他這不知道大家知道他是不人大火 我不知道每個人家裡的大火是多大 有些人可能覺得他只是中火而已 所以我就用我們家最大火去粗暴的對待他 我除了沒有用那種鐵鏟去戳他之外 就是一些比如說大火快炒啊 然後熱熱的鍋子就把它拿去洗啊 然後丟斜碗機啊 反正就是有可能快速減低塗層壽命的一切方式對待他 因為我想要看他忍耐 我想看這兩款不一樣做工的塗層有不一樣嗎 就是測試一個最好 我覺得他最耐用的 今天就煮一個簡單的小火鍋 無印良品這個湯底我買了三種 那這個是像鋪鍋湯底 他是有點雞湯跟大土湯的味道 然後還有一些柴魚啊昆布的 每份25大卡 他這個湯才25大卡 怎麼可能 我們品牌的核心啊 就是想要打造最適合台灣家庭的居家品牌嘛 那我就這樣子邊煮邊和大家聊 我覺得近幾年來就是大家 開始會注意到東西要用漂亮一點 開始有美學的概念 像我們上一代的寶寶媽媽 其實東西就是好用耐操就好 然後便宜 沒有考慮到東西的顏值 那其實在我們台灣零件國家 日本啊韓國啊 其實他們很早就有美學的概念 他們東西都會設計得比較漂亮 那我個人覺得說漂亮也沒有用 你還是要實際一點 你還是要回歸你日常的操作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品牌核心就是希望說 可以既漂亮 然後他又要使用 那要符合我們台灣人的烹調習慣 我自己是三寶媽媽 然後同時也算是一個半職業婦女 又蠻喜歡煮菜 雖然我的廚藝沒有很好 但是我還蠻喜歡做菜給家人吃的 我還是有一點經驗可以提供一些想法 在我們品牌上面 之前在頻道也有做過一些調查 然後我們的團隊也有去做一些電反 知道說大家的需求在哪裡 就是從這方向去做一些調整啊微調 看大家需要的產品是什麼樣子的 這也是還蠻期待九月份 那九月份現在目前就是會用預購的方式 對 因為是一個新鮮的品牌嘛 所以我們希望是有預購的方式 這樣子我們比較好去抓那個貨量 不只是鍋具啊 我也希望可以從一些我們廚房的周邊啊 還有一些比如說我們居家用得到的收納 小朋友用到的東西也可以 就是沒有鎖定說一定是鍋具這方面的 一個美好家庭用得到的所有的工具 我希望可以在我的品牌中實現 吃一點吃菜 那為什麼我現在積極減肥 就是靠收後品牌一定會拍形象照嘛 拍一些宣傳照之類 我不希望我太胖 太胖讓攝影師修得很辛苦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努力的減肥 對 不能太胖 沒有要吃火鍋料 我在大麥廠我買這種 它已經消好一片一片的火鍋肉片 然後就可以來加這個 然後再加一顆蛋 就這樣子簡單的吃 我現在要吃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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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禮拜五 禮拜三开团开三水的吸尘器 然后这两天我都挂在线上回答大家问题 那今天早上我就突然间觉得我眼睛好痛 因为我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手机 我今天就处理完所有事情之后 我就决定要放下手机 我不要再碰手机了 因为眼睛真的好痛 停下来之后突然间觉得 我居然没事情做 我居然会有没事情做的一天 虽然说要剪片 但是我今天又特别不想剪片 然后也特别不想煮东西 也不想做面包 最近又大巨荒 不知道看什么也不知道追什么 突然间想到 对了我要来换寄我的衣柜 之前又答应大家来和大家分享我的全衣柜 觉得真的是太大工程了 这边是秋冬的 这边是春夏的 它其实就是两个超大的抽屉 这边是挂长的洋装 那边是挂一些比较软质不好折的衣服 这边的话就是一些T恤啊 被新帽梯之类就是需要折的 我虽然蛮在做家室 但是有时候也是会这样子 乱塞乱折 那我今天的工程就是要来 折好这些衣服之后呢 把这两个抽屉调换 现在夏天呢 我应该把夏天的衣柜移到这里来 抽屉就直接两个交换就好了 不然床头边这边是放了一个 床头柜会卡到 发现里面有点脏 我去拿吸塵器 把这些T恤折成一样的大小 这一栏全部都是背心 其实也没有多乱啦 就是每一件都是这样折的 趁着整理 比一下自己的衣服 其实每个女生啊 最容易鬼打墙 还有最容易购买 就是所谓的基本款 基本款就是最容易入手 大家家里数量最多的 我的条文衣服 有这么多 那其实每一件穿起来都差不多 顶多就是版型啊 然后颜色跟它袖长有差别而已 风格就是比较日式紧约休闲的感觉 然后我还有一类的衣服 数量也很多就是 各式各样的T恤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小图案 或者是素面的 我近几年T恤就尽量选V领的 领子不要太高 因为领子太高的话 都会显得脖子很短 那小个子要选的话 就是选短版的 那这几年 Unicore跟GU都出蛮多短版的 那我挑选的话 我平常都穿S或是M号 他们这几年出的这种小T恤 你看它就符合我要的 大U领或者是大V领 也是短版的 穿起来就是会比较修身 这种小衣服我就会选XL 就是选比较大一点的 他们这几个版型都非常的贴身 那我会想要选就是 合身但是不要贴着肉 贴着肉就会很胖 所以我就是会挑大一码的 尺寸就是参考 你主要是看那个版型 版型适合的话 我甚至就会包色 这边是戴BRA的背心 数量也蛮多的 有的是秋冬的 就是穿在里面 就比较不会冷 其实我已经断舌理过一次了 好这件事在套完买了 其实我已经两年没穿 它有一点那种毛线须须的 看起来没有什么质感 那它颜色跟版型我有喜欢 但是好像也不会再穿了 那这件断舌理好了 所以我刚刚有犹豫了一下 调纹类的 各种颜色的T恤 那这边 断舌理的几件起毛球的 穿起来不好看的 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这一件 这件是算今年年初的时候买的 也是专柜的 不过那时候是特价的时候买的 一件好像990 它起毛球起的很严重 不然每次穿这件的时候 还蛮多人问的 就是它版型还蛮好看的 就是有点扩型的 然后穿起来很休闲 但是它起毛球起成这样 那我等一下用除毛球机来试试看好了 起毛球起的太平均了吧 就是整件都是毛球 冬天的衣服把它分类好了 比起夏天的衣服呢 我觉得冬天的衣服 会以它的材质 跟它的厚薄度来分类 像我冬天的时候会穿帽T 那帽T折起来都很厚很大件嘛 这三件是我很常穿的 我想要把它叠在一起 这边就是比较温柔色系的那种 针织上衣 这边就是属于T恤类的 就是穿起来比较休闲的 夏天的就是条纹的一类 然后素色T恤的一类 有图案的T恤一类嘛 比较厚一点的上衣放一类 换季的时候要穿的博长袖 好那这边就是厚的毛衣 这边也是针织的 跟这边搬一起 这边就是套装 就是上下身可以配一起的 冬天我会穿发热衣 都是选这个背心的 因为背心穿里面不会太胖 太厚 然后可以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这我买蛮多件的 都在UNIQLO买的 好像也没有多多 你们看我衣服好像以为很多 其实也还好 这样子就整理完毕 这样子就整理完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